因為要來解決大臺南飲水的問題 暫時政府水利局 積極來進出經費 目前在咖哩區的菜料家 以及林地區新電力 來進行改建工程 目前水利局 也來占對這兩個区域 來進行新建工程 要來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咖哩區菜料家的方法 只要住到大戶 就有他家的進行 為了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 暫時政府進出經費 進行改善 你現在在三月開始重工 暗經年代完工 我們當初先是以鋼板樁 去做護岸的保護 大概200米左右 那我們後續在詳細巡查 發現說它的崩塌的範圍 其實是比較嚴重 所以我們就把比較重要的900米 大概靠近左岸的部分 有做了一個地水護岸的防護 那因為原本在家裡排水這一段 它的相關的都是土坡 那它的植生也還不錯 那我們就沿用原先的植生的一個方式 那用低水護岸然後延續土坡的一個方式去執行 那也用了一些這個防護網 讓植生的一個生長能夠加速 也防止這些突破的繼續崩落 除了蔡廟客 林地区先參與那段路 也因為低水下跌 也沒有貨水下水的系統 我們預計在明年的下半年度完成 相關的一個建設 並投入相關的防訓作業 齊護團隊也會在稍微檢討 並對動大臺南地水的工作 讓齊民朋友不用受他們的痛苦 奧修會主信也歡迎民眾 祝網擦筍 記者中衛會起金戶 彩虹伯德